我发现一个很多家庭过不好的原因 就是在小事上较真儿 在大事上糊涂 别人说要买房 就稀里糊涂的买房了 别人说要二胎好 就稀里糊涂生二胎了 稀里糊涂的又痒了 然后事后呢 稀里糊涂开始后悔了 然后找个替罪痒 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给各种的自己合理化 在小事上呢 就过分的计较 没有洗菜刀炒一架 东西没放好炒一架 不小心磕坏了碗 也炒一架 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能整出一大堆有的没的理论 互相指责 打口水仗 一个觉得对方不会过日子 一个觉得对方不爱自己 这些人本质就是 在大事情上 他们也没有那个能力和眼光 但是他们不想承认 因为这会影响他们的权威 于是就稀里糊涂的糊涂过去了 然后在小事情上 就十分的努力的指点江山 来展示他们的权威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 你们想到了谁 在中心里面来说 我先来说 我先来说 不是这种权威 对方的权威 对方的权威 就是我 今天来说 我先来说 我先来说 那一点点鸡毛蒜 对方的权威